- 打龍眼 - 打龍眼 - 打龍眼 - OK 嗯... - 好囉 大家好 我是哥布林 今天會用我們的Xplain - OK 久違的機場大探索好不好 - 而今天來的機場各位天龍國仔想必都不陌生 - 那就是台北國際航空站 - 或者說松山機場 - 周一場坐落於台北市的松山區 - 北面是中山區,就我住的地方 - 南面是信義區和東區 - 可以說是坐落於台北市中心 - 那一座坐落於台北市中心 - 坐落於市中心的機場 - 我今天怎麼那麼多幹話 - 好像不只今天 - 我應該是被還感染了 - 好 反正這種機場會帶來便利性 - 那相對的也會帶來噪音污染 - 還有佔地面積廣大的問題 - 台北都小成這樣了 - 又不是蓋在新北對不對 - 不要地獄歧視 - 而松山機場該不該關 - 這個議題就浮出了水面 - 所以今天哥布林就要來解析一下 - 松山機場到底該不該關 - 當然引擎是一定要關的 - 因為這裡是哥布林2021 - 不 - OK 我們現在在家的ATR-72 - 準備降落松機腰洞口 - 趁這個時候呢 - 我們就要來填前面挖的坑 - 要把它填滿 - 就像要把那個洞填滿一樣 - 我們先從松機的用處來講好了 - 松山機場現在的用處大概可以分為 - 中華民國空軍用 - 國內國際航線用 - 郭董用 - 還有桃園機場的被降機場 - 也就是如果桃機出現什麼無人機闖進去 - 或遭到解放軍攻擊之類的 - 那松山機場就會成為被降機場 - 而且這種事還有發生過 - 二零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- 也就是中共還在隱瞞疫情的時候 - 疑似有無人機闖進淘機 - 所以有十二架飛機就在空中盤旋 - 那有些班機因為燃油機將耗盡 - 所以轉向松山機場 - 說回國內國際線這種一般用途 - 松山機場的國際航線有兩條 - 東京與田和韓國金埔 - 兩岸航線 - 這應該算國際線吧 - 管它的 - 兩岸航線有十二條 - 主要目的是陸客團 - 還有台商們 - 還有田工藝人們去田工用的 - 外乎就是花東還有離島 - 所以某些政治人物還可以做到 - 馬祖去請馬祖託夢 - 看自己要不要選總統 - 而軍用方面 - 總統專機還有行政專機 - 還有空軍的直升機、老母機等等 - 我們再來看看桃園的 - 我們發現松山機場的國際 - 還有兩岸航班在桃園都有耶 - 除了上海紅橋 - 但是桃園有上海浦東機場的航線 - 一樣是在上海 - 只是我記得紅橋距離市中心比較近一點 - 反正就是可以透過地鐵到市區 - 所以這邊可以發現松山的國際線是完全可以被桃園取代的 - 然而桃園機場卻沒有國內線航班 - 而另一個數據顯示國內線需求是日益增加的 - 可能是政治人物越來越扯之類的 - 那如果松機關閉以後 - 天龍國人要怎麼去外島 - 怎麼去花東 - 並且桃園也不是全民用機場 - 以前有戰備跑到 - 而距離台北最近的空軍基地在新竹 - 而新竹到台北最短也要至少5分鐘的時間 - 如果以戰機的速度來講 - 你要說花蓮 - 花蓮還距離台北更遠 - 好先讓我們把這架飛機降落 - 我們再來討論機場該不該關 - 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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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空機1號警官咖啡聽視角 - 這邊怎麼有一顆長交鏡 - 但我們現在在美國行政專機C40 - 去年8月有來到台北松機 - 我還特地去拍了 - 當時是降落兩巴跑 - 我們這次是降落腰洞跑 - 回到正題 - 剛剛那個需求方面 - 雖然桃園機場能取代國際兩岸航班 - 但國內、郭董、軍用方面 - 台北松機還是佔很大的用處的 - 而且如果我們從廣大天龍國國民的角度去切入 - 首先松山機場真的很方便 - 十幾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從市中心到達松山機場 - 然後再坐一班松山到羽田的國際線到日本灣 - 台商們也可以從松山坐到上海紅橋的商務航班 - 城市中也可以從松山一路坐到上海 - 總而言之就是很方便 - 但是飛機起降時的噪音也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- 雖然噪音這方面算是被解決了 - 因為松山機場只在早上5點到晚上11點之間開放 - 其他時間是禁止起降的 - 但坦白講早上的起降聲已經夠大了 - 我在大直那邊都聽得非常清楚 - 當然那對我來講是一種享受啦 - 講真的那個聲音真的比莎莎的ASMR還好聽 - 但那些不是航空迷的天龍國仔就會覺得很吵 - 再來是空域重疊的部分 - 這點是比較少被討論到的 - 但也是非常重要的 - 台北松山和陶基的C類空域 - 也就是Charlie Aerospace 是有重疊到的 - C類空域是國際民航組織訂定的標準 - 詳細的標準 - 呃自己上網查 - 總而言之C類空域重疊會導致飛機的淨離場 - 都需要台北和桃園的管制配合 - 這會大大增加管制人員的工作壓力 - 那講到基礎性問題 - 你就想想如果空難發生在台北市 - 那結果會是如何 - 復興235雖然是一起坦列的空難 - 但你想想如果飛機沒有墜毀在基隆河 - 而是最後在那些高樓 - 後果會是怎樣 - 那再來是佔地面積的問題 - 台北市的空間已經不是很大了 - 雖然整個台北市的面積約有271.8平方公里 - 而機場只佔了2.13平方公里 - 聽起來還好 聽起來還好 - 但台北市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區 - 而平坦處基本上都蓋了高樓 - 如果將松山機場這塊地用來興建更多高樓 - 或許可以帶動城市的發展 - 或蓋更多社會住宅也可以 - 柯文哲的民調可能也可以回來說不定 - 好啦人過去了就那樣了 - 哈哈哈哈 - 哇你現在是 - 欸你可以當PTTT的這個王君 - 好講到政治 - 我在查資料的時候發現 - 每到要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- 台北市長候選人就會跑來炒一次松雞 - 從馬英九 - 對就是那個馬英九 - 從他還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開始炒了 - 炒了23年欸 - 你就想想看跟另一半炒飯炒23年的感覺會是怎樣 - 然而很多個都說要簽 - 結果每個上任以後就無動於衷 - 這就是政治人物的量子糾纏嗎 - 好在這邊總結一下 - 松雞的用途有幾點是不可被取代的 - 也就是國內航線和軍事用途 - 然而松山機場的方便程度真的很高 - 雖然桃園機場的捷運通車了 - 但我自己從台北車站坐過去 - 就算是直達車也要至少40分鐘的時間 - 親身經歷懂不懂 - 前幾天就去了 - 昨天晚上也去了 - 還要記得追蹤我IG - 那邊有很多街派或飛機照 - 好業配完了 - 不過也因為松山機場這一大快遞 - 衍生出的用地問題 - 還有附近建築物的限高問題 - 阻礙了台北市的發展 - 而且因為松雞位在台北市 - 飛機就有在台北市中心 - 那後果會是如何 - 但總結來說 - 我認為松山機場是不該被關閉的 - 因為關閉後會大大增加陶雞的負荷量 - 去統計 - 松雞2019年就有600萬人次來訪 - 當然現在疫情關係 - 所以有個10萬人就很厲害了 - 好啦國內線不止彈 - 你懂我的意思 - 疫情怎麼會恢復的 - 對吧 - 我好想去日本 - 回到正題 - 淘機的第三行架 - 大概要等到了3021年才會見好 - 你知道淘機第三行架 - 因為射機瑕疵什麼的用廢標了嗎 - 第三跑道也要10年以上 - 而且松雞生的 - 生的很方便 - 我承認我就是站在天龍國宅的角度想著 - 怎樣 - 安全順啦 - 然後就在我講完這段冗藏的幹話以後 - 我們成功降落了 - OK 那是一個拉票 - 可接受 OK - OK 剛才那段真的很漏長 - 已經幫我快湊到8分鐘了 - 所以後面的我就湊湊時間就好了 - 好啦認真 - 我們現在在家波音707 - 那為什麼會飛這架飛機呢 - 因為我要湊時間 - 好夠了 - 因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- 在十大建設之一的桃園機場 - 還沒建成的時候呢 - 松山機場一直是中華民國對外 - 維二的國際機場 - 那一個是小港 - 但是小港在南部 - 那南部就 - 不要站南北 - 所以大部分的國際航班都是飛往台北松山的 - 而且小港也是在1972年 - 小狗 - 而且小港也是在1972年才有國際線服務 - 雖然補充一下陶機是1979年才建成的 - 那在日據時期 - 國民政府前代那段時間 - 松山一直是北部 - 應該說對整個台灣來講 - 非常重要的一座機場 - 而且松機關閉前已經有波音747客機了 - 而且747還降落過松機 - 現在當然沒有 - 但以前 - 西北航空的747確實降落過松機 -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照片得知 - 它確實降落過松機 - 雖然當時台北是某些地 - 像是大直那邊都還是田地 - 但747降落過松機耶 - 而且松機的跑道也才2600多公尺而已 - 在法理上747是需要3000公尺的跑道才能降的 - 當然有些例外 - 像是朱莉安娜還有松機 - 當然現在747這種大客機 - 還是去桃園的 - 欸 - 如果十大建設像第三楊下一樣瘋狂的游標 - 那松機真的就等於台北的奇德機場來cheese - 好繼續降落 - 繼續降落 - 像是這家ANA的波音767 - 好啦 - 日本飛松機的航線很大一部分都被取消了 - 喔我真的好想去日本 - 那個想出國的感直接湧出來耶 - 而且 - 這是我們模擬Otobreak失效好不好 - 對 - 華航的一架A333在去年3456月的時候 - 降落松機的時候 - 降落松機的時候 - Otobreak就失效了 - 還好最後再跑到尾前10公尺殺停了 - 你就想想如果衝出去的結果會是如何 - 起油氣很好飛 - 所以我有把我包著 - 好吧 - 只有Great Landing - 但我們能不能殺停呢? - Holy God - 這 - 我們現在只有反推沒有殺車 - 應該是可以 - OK 這個 - 這個真的蠻近的 - 我們在跑到尾前大概100公尺殺停了 - OK 好像真的只有Great Landing而已 - OK 波音747 - 而且我們現在在100 - 波音747 - 100 - 也就是當時降落松機的747 - 還有大概37級的側風 - 起司 - 這個風階變 - OK 這個駕駛上會不會太客家 - OK 我真的不應該把風階變加進這場降落了 - Oh my God - OK 準備降落松機 - OK 聽說當時就有飛機巷了對不對 - 對吧 - 講到飛機巷 - 我發現政府要拆飛機巷的決心 - 跟要拆松機的決心一樣 - 少欸 - 因為飛機巷從18年就說要簽 - 結果現在還在那邊 - 還有這個角度 - 保持的還不... - 所有機翼 - Oh my God - That is a wasted landing - Holy God - 嘶 - 哇 - 為什麼降落前會有風階變... - 優機翼 - 喔 竟然優機翼傷得很重 - Oh my God 我們要衝速跑道 - 呀這個著陸 - 還有伊莉在我們的後面耶 - 這個時空背景絕對沒有什麼改變齁 - 嘶 - Oh my God - OK 沒有墜毀好不好 - Oh Jesus - 我們的旗幣是怎麼了 - 其實這個旗幣是怎樣 - 一直在挖坑耶 - 老高喔 - RIP - OK 我們再來一個平時會出現在鬆機的飛機 - 日航的波音777-200 - 然後這是我們從兩巴跑降 - 聽說兩巴跑比腰洞跑難降 - 然後我現在大概體會到了 - 看看附近的山 - 還有南港那邊高架雨的房產 - 我保證高架雨的歌聲會震破飛機的窗戶 - 然後讓機長的聽力也出問題 - 然後再干擾無限電波 - 然後再干擾鳥群去撞到飛機的引擎 - 然後就AMGIN FIRE 然後就BOOM - 好太多了 - OK 下面真的很多高樓 - 我們是不是有點太低 - OK 我們好像真的有點太低了 - 七七很容易butter其實 - 它真的很穩 - Oh my god 為什麼 - 七七很容易butter其實 - 至少殺停了 - Oh my god 這跟那群高樓我們真的很近 - 一個長飄 - 然後重著陸 - OK 我們現在暴風雨中的邪和 - 怎麼聽起來那麼違和 - 總而是先這樣再說 - お 噢 這個噪音污染 - 前面的高樓 - Oh another wasted lightning - Just stop - OK OK Not bad - Jeez - 成功 欸 - 這大概是我在這個飛行模擬器中 - 第一次成功的在化學 - 這個飛行曲線怎麼那麼怪啦 - 在幹嘛 - 這曲線真的很怪 - 吃他小 - 阿翔跟謝忻不要再機上機陣 - Oh my god geez 阿翔不要往飛機的左邊鋪 謝忻妳看妳又鋪回來了 OK這片面總結什麼呢 松山機場我覺得不要關比較好 因為我們可以拿鞋盒來 松機撤毀高階的房產 OK這點謝謝 如果這影片就這樣就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美高新秘書 這個會不會是讓我珍惜 Remember妳看我們拜拜